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 那今天我视频的主题呢 是我在澳洲悉尼Costco买了些什么 那大家都知道Costco是一个美国的连锁大型的超商吧 就是比较卖的东西是家庭装的 然后比较大份比较经济实惠的 然后在澳洲悉尼它有一家分店嘛 你要办会员好像50块60块一年 然后你才可以进去买东西 那我今天就想让大家看看我在Costco买了些什么 第一个我买的是这个Pican 是美国的山核桃 它的核桃呢比较香比一般的核桃 然后它的栗子是比较长的 我蛮喜欢吃的 因为它很香口 然后另外一个是美国蛮出名的这一个 这个卡夫的牌子是不是啊 这个是Super Crunchy的这一个花生酱 Pinut Butter我蛮喜欢的 这里还写着中文呢 然后它这个是1.36公斤 这个是吃好久都吃不完 但是我就觉得比较便宜嘛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一个 一直我都想试一下的Avocato Oil 就是这个呃 叫什么牛油果油 然后它是可以来来煮菜的 据说呢 它的这个燃点比较高 然后它这个 它会有油烟在260度的时候 所以它就比较环保 然后对身体据说比较好这样子 然后它这个呢是一身的 然后它的包装也很可爱 我蛮喜欢的 然后是另外一个这个牌子的 Wedgie Crispy 就是干的这种蔬菜片 然后它那里有的试吃嘛 然后我们就试了 哇那它的那个这个很香耶 它的蘑菇超香超好吃的味道 就像呃你是一个脆的 干的那个冬菇的味道 其实我很喜欢冬菇嘛 然后它的味道真的很香 呃 然后它这里又写的是 没有什么肥啊 然后又gluten free 所以我呃 想试一下 那我在那里试吃的时候 有一个缺点是 我觉得它有一点咸 但是还可以 就偶尔吃吃 起码比一般的薯片健康吧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很出名 Doroka的这个巧克力 它有一般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 黑巧克力的 这个呃我之前买过 它有点太甜了 但是还是真的很好吃 我蛮喜欢的 然后它这个大包装呢 有七百九十三克 然后大概有六十三片 这样子 有黑巧克力和一般的那种巧克力 然后还有呢 我还买了这个盐药水 因为最近我的盐有点干 我就买了这一个盐药水 它是独立包装的 有二十八 小瓶的 零点八毫升的 每一个 然后你可以 这样子 扭开 低眼睛 然后把它盖回去 然后它 一个开了 大概可以 十二个小时 你就 之后你就要把它扔掉 这样子 我觉得还蛮卫生的 蛮 你就带出去也可以 蛮喜欢的 然后还有呢 是这个 洗手液 我蛮喜欢擦 这个洗手液的 Pulmer Life 其实上一次 呃 那个购物分享 我也说过 我是这个在那个 Costco买的一个家庭装 然后它这两个 大支是refill嘛 然后它这个味道 真的很香 它是 呃 好像lemon的 我记得 我看一下 嗯 就它是 柠檬的味道 还是清零的味道 然后蛮经济实惠的 这么多 等于 一瓶可以灌两次 那大瓶的话 这样的话 就有五支的样子 蛮实惠的 还有呢 买了这一个 呃 Elizabeth 阿等的 这一个 一个set 就是我是买给我妈的 这有三支 觉得 其实我给我妈买过 反正 也没有什么还要买的 我就给她买了 这样子 然后呢 最后呢 我还买了这一个彩胶 超漂亮的 这个是 呃 这个可能有点色差 但是 下面这两个呢 是 那个橙色的 那个橙色的 然后这是黄色的 然后这个是红色的 彩胶 一共六个 价钱有点小贵 但是它好漂亮 好就是新鲜哦 它这里还写着日文 它是纽西兰 就是新西兰的那个产品 然后 我还买了洗衣粉啊 还有 好像还有一个就是洗手液 是另外一个 但是我就不拿出来给大家看了 买的东西不是很多 嗯 但是我们大概 隔一两个月就会去一下 就买买东西 其实我现在已经算是比较保守的了 之前我都买很多 有的没的没用的东西 临时买一堆 然后现在觉得说没有必要啊 就是 其实 嗯 它的分量是很大 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但是你无形之中 你去到就会买太多 不必要的东西 反而把自己的钱花掉 然后反而把 自己还吃的 比较不健康 然后吃肥这样子 所以我建议大家 去Costco的时候 还是要不要理智购物 不要太疯癫这样 好啦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啦 那咱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